这期视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2015年这一整年下来比较爱用的一些护肤品 然后其实一整年下来我用过太多的这个护肤品 因为我自己买到的护肤品也很多 然后有收到合作用的一些护肤品也很多 但是一整年下来这些把这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其实还是有每个种类个别有那么一两样 是我自己特别爱用的 首先先讲洗脸的产品好了 然后洗脸的这款虽然它的定义它不是洗面乳 但是我都是当做洗面乳来用的这一款这个路德卿的这个抹肤膏 然后它的质地跟哪一款啊 跟那个可怜可力Clean Clear那款去黑头洗面奶特别的像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它来洗脸的 因为它的质地很温和 它的这个磨砂的颗粒也不是很粗 所以能这个搓起稍微就是很薄的一层泡沫 然后洗脸的时候就会很怎么说呢 把毛孔洗得很干净 而且整个脸上会把你的这个死皮角质都会带去一部分 所以就感觉是非常适合我自己皮肤的一款截面用的产品 接下来是磨砂膏 其实这一整年下来用在脸上的磨砂膏 我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在这几款产品之中 我觉得我最喜欢用的是Saint Eves这一款磨砂膏 然后它是个燕麦磨砂膏 但是它好比较 我比较满意的地方是 它用完不像其他磨砂膏类的产品 用完脸上那么的干 它还是有一定的保湿的效果的 而且它的磨砂颗粒也不是特别的粗 不是像糖的那种白砂糖那种颗粒 而是要再细那么一点点 有点像沙子那种 比沙子再细一点的那种颗粒 稍微搓一下之后 就稍微按摩一下皮肤之后 你可以留在 把它留在脸上大概三五分钟 然后再洗掉 就是洗完的感觉非常的滑 非常的嫩 而且特别的保湿 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 干皮的人用的一款磨砂膏吧 然后接下来是一些擦脸用的产品了 就是后期的一些保养的这个步骤上 用的一些产品 然后首先点化妆水 其实化妆水我仅仅用过不少 大概能用到四五瓶四五种这样 但是在所有我用我的产品之中 我最爱的是这个 Dear Klairs这款化妆 就是怎么说呢 化妆水吧 我觉得这款化妆水更适合我的皮肤 因为它不管是夏天也好 春天 不管是夏天也好 秋天也好冬天也好 我觉得都是我非常 怎么说呢 都是非常适合我皮肤的一款产品 而且它用完真的是很保湿 我觉得要 真的要比我用到其他的化妆水 或者是就是润腹水来的 要更润一点 就是更有保湿的那个效果 就是你能看得到 它用完之后 脸上就是水水的水饱 一个感觉 然后接下来是精华液 精华液我有两款要讲 然后首先是这款 它是哪 对啊 skin and lab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 护肤品的一个品牌 然后这个产品 其实我也有在夏天 或者是秋天那阵子的一个 某只爱用视频里提到过它 怎么讲呢 就是我喜欢它的程度 就是我用完这款产品 它已经是空的了 因为我自己是不留空瓶的人 就是看我视频的朋友也知道 我从来不录空瓶的视频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用 真是足够好用 足够放在这支视频里来 分享给大家的时候 我就会把瓶子留下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 告诉大家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款精华液 就会让我的皮肤 保持在一个水油很平衡的一个状态 就是用完它 我的脸上不会很油 用完它之后 脸上也不会很干 而且就是整个皮肤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的好 就是很清透的一个感觉吧 在我用过这么多Wish Train的他们家 在卖的一些产品之中 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一款精华液了 我真的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的皮肤是真的 我用护肤品的时候 我也不会说 不看我自己皮肤的质地 一直用某款产品 我都是会看自己当时的皮肤状态是什么样 然后来挑适合 就是目前皮肤质地的一款某款产品吧 所以我都是没有固定在用一些某样产品 都是这样就是混着用的 接下来还有一款精华液 我没有留在手头上 但是想了想 在今年年初 我有用到一款科研式的那个亮白精华液 就是透明瓶子的那个 我觉得它真的 虽然价格可能会稍微有点贵 但是相较于我用过其他的一些美白精华液来讲 科研式那款精华液 它真的是实实在在能看到 美白提亮的这个效果的 然后那款精华液也是 当时我应该有在年初的某日 爱用视频里讲到过它 或者是护肤视频里用到过它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看 然后那款精华液也是 我觉得它去痘印跟提亮肤质 提亮肤色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你在两三周的这个时间里 持续用这款精华液的话 你真的会发现你皮肤的色调 会有一点点变化 而且你的痘疤痘印会减少很多 会轻很多 然后说到科研式 还有一款产品是不得不讲的 就是这款夜用精华液 然后一直到现在 这个现在也是空瓶 这款精华液也是 它只需要在晚上用 然后我觉得它好在地方 是非常适合这个 像我这种混合性皮肤的人 来用的一款产品 虽然可能油皮的朋友会担心 它会不会太油 不好吸收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整体用下来的感觉 就是夏天偶尔会有在用它 就用完的感觉 还是会让皮肤变得很好 我皮肤干的时候用了它 脸上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润泽感 然后皮肤油的时候用它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油光感了 而是变得很有那种 就是润泽感那种效果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是看起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这脸上有光泽的这个感觉 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 你涂完这个护肤品的那种亮泽感 跟你脸上有油的时候那种亮泽感 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应该也是看了很多达人视频之后 决定买这款产品来用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这款精华油 真的是拯救了我整个皮肤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眼霜其实我今年也用到过三四款产品吧 但是在这三四款产品之中 我应该在很多爱用视频里都提到过 而且在很多这个护肤的视频里也有提到过 它好的地方是 它不只可以用在眼睛周围 就是你觉得好像有细纹的地方 就比如说这个法令纹 或者是嘴角这一类的地方 你觉得如果有细纹的话 你都可以擦一些在上面 然后就是给它一个保湿的一个 就是去细纹的一个护理嘛 我用过众多的眼霜之中 它真的是润度也够 但是又不油 而且效果也比较好的一款产品 它可能去黑眼圈的这些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再加上我自己的作息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正常 所以可能去黑眼圈的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就在去细纹的这个效果上来讲 我觉得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真的是我自己很爱用的一款产品 接下来是面霜类的产品 然后面霜类的我也有两款 因为就我刚才讲的 我皮肤的状态就是分季节来 是不太那么的一样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我皮肤质地比较油的时候 我用到的这个面霜是这款 它是什么牌子 I'm From这个品牌 也是之前跟Vishtrend合作的时候 用到的一款面霜 然后这款面霜它是这种 水状就是凝胶式的这种面霜 我已经用了半桶了 今年夏天 这种凝胶式的半桶 有点像布丁的那种 有点像果冻质地的那种面霜 然后这款面霜它是非常非常的水 非常适合夏天来使用的一款产品 一直能让我的皮肤保湿在一个水水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款面霜真的是非常适合油性皮肤的人 或者是在夏天的时候 你是混合皮肤的人来用的一款面霜的产品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秋冬的话也可以用 但是就一般的肤质来讲 我觉得秋冬用它可能滋润的效果不太够 但是油皮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但是在春夏这样的季节 我觉得这款面霜真的是 我自己很爱用吧 就我用它的量来讲就已经很有说服力了 就一个夏天我就用了半盒 够让我皮肤觉得很有润泽感 很有这个怎么说呢 保湿滋润的这个效果的面霜 我觉得是这个 倩碧这款 倩碧这款其实我买它之后 用了那么一段的一小段时间 然后我觉得它用到我皮肤上有点太油 而且不太爱吸收 所以我就把它给我妈用 然后我妈因为它是干性的皮肤嘛 一年纪比较大 所以皮肤特别的干 所以给它用 她有说就是用完油油的感觉还OK 然后后来我妈在回家的时候 就把这款留下来了 因为她说她体积太大了 放不进去 放进去她那个景象 所以就留下来 然后让我自己接着用 所以在秋天 入秋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它真的是 让我用起来感觉真的 有够润的一款面霜类的产品吧 就是乳液类面霜类的产品 所以用完它之后 我就几乎不会再用其他的这个面霜 就是霜类的产品了 就是最近皮肤就是异常的干燥嘛 外面空气也是非常的干 屋内也是 我屋里 我几乎我的加湿器 装满一桶水 几乎一天就能用完了 所以屋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 但是用到它之后 我就觉得 我的皮肤还是会保持在一个 很水水润润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 我这种皮肤的人 在秋冬这样的季节 来使用的一款产品 最开始讲到洗脸的时候 还有一样东西 我忘讲了 就是卸妆用的产品 就在洗脸之前 我卸妆用的产品 因为卸眼唇的这个卸妆油 我也用过很多 爱丽小屋的我也用过 的Fitshop我家的我也用过 然后 爱莫莉家的我也用过 现在用的也是蓝芝的产品 然后用过很多很多种产品 所以几乎感觉 每样的感觉都差不多 挑出来最好 所以就pass了 我觉得在我用过的 所有的一些眼唇卸妆液的产品 都是很好用的产品 所以真的挑不出一二 感觉都差不多 因为反正它能卸干净的话 就说明它很好用嘛 所以我用我的产品 几乎都是ok的了 然后用在脸上 卸底妆的产品 我觉得最好用的是这一款 玫瑰霜 然后 它的确有写开封之后 三个月之内要用完 但是 我有跟其他的一些 卸妆产品混着用了 我有用卸妆油 我也用卸妆霜 可是这款产品 我觉得没什么大爱 它也没有变质 味道还是很香 目前为止它的状态还是很好 而且我的用量已经剩个三分之一 用的非常的多 尤其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 真的是 让我自己觉得真的是 卸妆的境界 卸妆的这个水平 已经达到一个境界的这个感觉 然后之前就是 分享给我这款产品的朋友 他之前写信告诉我的时候 也说这款产品 你可以当做按摩霜来用 或者是当做卸妆霜来用 然后最开始我收到它的时候 是当做按摩霜来用 就是用完它的效果 简直皮肤就是 像去美容院做完护理一样的 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最近秋冬开始 因为皮肤变得异常的干嘛 所以就想 又想减少护肤的步骤 然后又想 好好地把脸洗得 很彻底洗得很干净这样 就 想得上特别干的时候 毛孔会变得特别粗 而且有干纹出现 所以 用它卸完妆之后 再用热毛巾 把它给洗掉 之后 我就不会再用洗脸的产品了 不会再用其他的起面乳 或者是抹擦膏之类的 直接就擦护肤品这样 所以 会让我的皮肤 一是卸妆卸得非常的干净 另外就是 保湿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 干皮的朋友 真的要试试看 这款产品 真的真的很好用 真心的好用 真的很感谢那个朋友 他分享给我这款产品 真的非常谢谢他 最后要讲到的是 护唇的产品 因为整个 在护肤品之中 我觉得护唇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 所以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他们三个了 这个是一系列的一个产品 它都是这个 艾莫莉他们家 Ginger Sugar 的这个护唇的这个系列 然后最开始 我买到的是这个唇膜 这个唇膜 我已经讲了太多太多次了 我几乎在 到年初为止 到年中为止吧 我几乎都有在讲它 很保湿 而且就是很有 修护作用的 这款唇膜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从买它开始到现在 我自己真的是 现在还是我心头爱了 可是就不见少 可能我也天天在用 最近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我都会用 可是从某个时间开始 它就没有变少的感觉 后续在夏天的时候 我又买到两款 这个跟它同一系列的 这个护唇用的产品 所以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用的产品了 然后这一支是这个 呃 唇膏 也能看出来 我已经用了很多了 嗯 然后它也是我随身带着 跟其他的一些 因为护唇产品 我会随身带着身上来用 换着用这样 然后现在 目前因为秋冬比较干嘛 我都用了这款 就是唇蜜 它是这种半液体的 这种唇蜜 要我觉得要比 刚才那款唇膏 来的更润那么一点点 这个系列真的是出的太棒了 我还有买两款 其他带颜色的那个护唇膏 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包装 不过颜色不一样 它是带那种 硬色的那种效果的唇膏 OK 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么多 产品虽然可能有点多 但是都是我觉得 非常值得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产品吧 所以其他 在我爱用视频里 提到的产品 我都非常的喜欢 不管是彩妆也好 护肤也好 不过就比较来讲 就我自己整个用完的感觉 用完的这个心情来讲 用完的效果来讲 我觉得这些产品 以上提到的所有产品 都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喜欢的 而且肯定会回购的产品 另外一支 我自己喜欢的 一些彩妆的产品 也希望大家 可以去看一看 喜欢的朋友 记得要点 在2015年下来 我觉得自己 通过做视频也好 去发视频也好 然后跟一些厂家 合作也好 自己收获的真的很多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觉得自己 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也跟大家 分享了很多东西 也从跟大家 分享的这些过程中 自己真的 然后希望大家 可以在接下来这一年里 继续支持我 虽然2016年已经过去一周了 太吓人了 时间过得真的飞快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 可以一如既往的 支持我的视频 支持我的频道 然后支持我的微博 还有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还有其他 你们找不到的地方 哦对 还有我的店 对 我会把店名 放在视频的最后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现在店里的人 就是加好好的人数 已经也差不多 快封顶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这几周下来的支持 然后赶上年末嘛 送货的速度 也可能会比较慢 所以希望大家 稍微有一点点耐心 下单的朋友 一定会在 这个接下来时间里 尽快的发送给大家 所以以我的人格担保 你们买到的东西 肯定你们下单的产品 都会肯定安全的 送到你们的手上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支持我 真的真的 真心的 由衷的感谢大家 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